由新北市議員張永昌所舉辦的親子活動 邀請到好玩的劇團來到中和巡迴演出 第三陣來到了張和國中 家長帶著孩子們跟著劇情又叫又笑 整場演出充滿了歡笑聲 有感於新北市藝文教育需要再深入推廣 張永昌將劇團表演帶進中和 也獲得了許多家長的贊同 其實過去像這樣子的一個親子的活動 在中和很少有人在辦理 可是我覺得這次我辦了之後 發現非常熱烈的一個迴響 今天看到的這個種子在這裡萌芽 我希望我以後還會來多辦幾場 然後也展現出不同的一個類型 來啟提孩子的一個智慧 演員們活靈活現的演出 看得孩子們目不轉睛 而劇情也配合小朋友的年齡 添加不同的教育意義 希望孩子們在玩耍的同時 也能夠學習到一些小道理 新北市議員張永昌最後 也和孩子們打成一片 他希望藉由活動 讓更多家長帶著孩子一起出門 感受快樂的親子時光 中家新聞 朱鳳志 郭南宏中和報導 再見囉 拜拜 再見囉 拜拜 再見囉 拜拜